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黄金回调了1% 而石油则原地不变 比特币重新回到了11500美元附近 另外一条重要消息就是中国的第四季度 2017年第四季度GDP数据首次是过去7年中的上涨为6.9% 使得中国股市以及恒生以及A50指数均得到大幅提振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散户的心态 以及咱们在明天有一个活动 我们都知道普通投资者有一个过不去的门槛是啥呢 就是每一次啊 一旦盈利了 一旦赚钱了 就急于想走 但是呢 如果是亏损 总是希望呢 再等等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呢 应该说咱们各位扪心自问一下的话呢 绝大部分的投资者 不论是投资国内股票也好 还是投资国外的基金外汇指数等等等等 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一旦当有盈利的时候呢 就会心痒 就随时想平掉 想把这个钱啊 利润落袋为安 但是一旦亏了呢 情况则完全相反 大部分人第一想到的并不是去平仓之损 而是呢 多等一等 说不定呢 他就会回来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心态呢 也许很多人把它归结为什么所谓的散户心态 或者说是不懂金融知识 称为小白客户等等 但是 即便是我本人 我自己 当我投一些我不知道的产品时 我也会出现这样的心态 其根本性的原因 就是因为投的东西 你对你投的东西不了解 心中没底 那么说实话 我们大部分人买股票的时候呢 对于真正公司了解多少 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人都是听朋友 听某个证券公司的老总 或者听一个小道消息 说这个股票要涨而去买它 你并不了解他的财务情况 不了解行业前景 以及他老板是谁都不知道 所以说当你赚的时候呢 很大程度上来说 你会担心明天这个利润呢 会吐回去 所以说赶紧现在就平了 就可以去吃顿饭 所以一切呢 似乎靠着都是运气 那如果你问我 比如说你问我一个我了解的东西 为什么A50会涨 为什么澳洲的币和币托可以买 这一类的话题 我可以跟你说得很详细 很多 但是如果你问我一个 昨天刚出台的一个新的什么数字货币 它可能现在只有半分钱 很低 未来会不会变成下一个比特币 能不能再翻一千倍的利润呢 那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要是我买一个一分钱的这个什么数字货币 明天涨到两分钱了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哎 赶紧卖掉了 都已经涨一倍了 说不定后天一分钱都没得赚 所以说 同样对于大部分的咱们朋友们来说 投资一个自己不了解心中没底的东西 就会呢 出现这种恐慌性的心态 如果我们把股票买 把金融换成房地产 你去买块地 或者说带地的那些房子 如果房价下跌了 你会害怕吗 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害怕 那为什么不会害怕呢 就是因为我们心里知道 土地其价值从长期来看 势必是在一个上涨趋势中 因此 偶尔暂时的下跌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长期投资 所以说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就是希望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心中有底 要对它有了解之后才能做到的下跌了 回调了 心中不慌 另外第二个 我们说一下明天我们在墨尔本当地有一个活动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宣传过一段时间了 是在西边 我们知道呢 这个我们明天的活动呢 是邀请了一位健身达人 墨尔本华人界的健身达人 这个是他本人照片 是不是非常的厉害 那有朋友问我 你为什么这个咱们金融和健身啊 像是扒杆子打不着的事 你为什么找一个做健康健身的人来说呢 为什么不找比如说会计师 移民律师 或者说是什么其他的这个与金融相关的呢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我就反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不知道是我讲的 你看到报纸上或者广播上说 有一个金融公司和一个会计公司在某个地方有个活动 你说你会不会愿意参加 那我那个朋友跟我说 这类活动呢 市场上太多了 如果不是特别有名的人 他是不会选择去的 那然后我又问他一个问题说 那如果我告诉你是在你家附近 说的是有关不用去健身房 在家里就可以通过每天十分钟来健身减肥 这种话题你有没有兴趣呢 他说 哎 我有兴趣 而且呢 我老婆也很有兴趣 我想这个就是关键 有的时候我们整天说这个投资啊 买东买股票啊 买基金啊 买指数啊 天天说钱 说得连我自己都有点烦 所以我就想呢 咱们有的活动啊 要来一些荤素搭配 上半场呢 我们的确是说投资 但到了下半场 咱们就应该来点轻松的话题 比如说 女生吃什么东西 在付出最小代价情况下 还能够保持苗条身材 是不是 对于男生来说 怎么样花最少的时间 能够把肚子减下去 我相信这类话题啊 对于咱们大部分的华人朋友们来说 说不定啊 比我推荐某一个产品还要有心力 所以说 有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谈钱谈的太多啊 就觉得有点太俗啊 我们也想呢 搞一些 比如说是清新的话题啊 搞一些咱们所有人 男女老少都能接受的话题 那么这个健身达人Terry啊 就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的空气 让我们的活动呢 能够多充满一些欢声效果 这个呢 就是我所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的 那么活动地址啊 是在这个墨尔本的西边啊 是 如果是墨尔本的朋友们呢 明天早上11点半可以参加 是11点半呢 到1点钟 在墨尔本西面的PointCook凤凰酒店 二楼的会议室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